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有一個任務就是無毒的任務 捉了一隻無毒娃娃的 我們再觸發一下這個劇情 好,這裡就是高慘 索哥的侄仔住在代金島 也就是骨子群島下去的第一個島 OK,確實有,我幫他準備了完美的禮物 我最好告訴他近藤這件事 OK,我們可以繼續解這個任務 好,之後我們就回去問這個人 我問過他,他說把公仔送給你的兒子 我知道了,那個人渣說什麼,沒有說什麼 好,近藤是時候把那個人渣從我們生活中說出去 我不想讓他們再接近我們 我覺得我都應該要報警 什麼? 什麼?為什麼呢? 我的親弟弟令我們的兒子陷入昏迷 那就太激了,近藤他依然是你的兄弟 但我們這個兒子 我們要想辦法的,你說笑而已 不要再吵我去問一下你的兒子怎麼叫醒這個兒子 不用了,我打擾你夠多了,你不要再搞了 好,我們先找找那個人 又是你嗎?你怎麼令他鬆醒?什麼意思? 不用裝作,你把無毒娃娃送給你的兒子 什麼?不是啊 我給你一大堆比加超公仔 怎樣? 蛤? 好,不! 索哥 美加超公仔 好 然後我們再回到代金島 這裡應該就會 對了 應該就在這個位置會有 沒錯 是美加超公仔,他沒有說謊 很多針 怎樣怎樣 你來這裡做什麼?我要見到我的兒子 我太難過了,高慘 你走得了沒有? OK,來了 這個是個人的家庭情況 你不要踩腳進來 我承受不了壓力 停下來 停下來 近藤整個男人一樣 什麼意思? 你兒子昏迷不是你弟弟造成的 那是誰? 是誰? 是你的妻子 什麼? 月袋? 不要玩了,我們是自己的兒子 為什麼要這樣對他? 為了擺脫我 你不喜歡我 你討厭我和你的家人 什麼?我討厭你 我絕對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也是 這個解釋了床的左邊高層 給這個兒子的比加超娃娃 就是比加超的公仔和一些針頭插在這裡 我床的左邊 我睡右邊 那個是丈夫睡的 啊,近藤 是你 你令我兒子昏迷分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討厭你 如果他是我兒子 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麼 索哥和我弟弟生得近距 你說什麼近藤 大哥,你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兩個在他嫁給我之前 有約會過 幾年前我還未認識你 我已經跟你說過 為什麼你不相信我 你中了DNA 索哥一霸是你兒子 索哥一霸是什麼 有99 你要我行李的兄弟 我做到 這個翻譯很奇怪 希望我阻止我兒子 加什麼來往我也做到 你還想要什麼 我要讓他入獄 要讓他消失 啊,近藤 所以你把你兒子的禮物換了 這樣看來好像是你弟弟才是罪魁禍 所以你才想報警 你說這些所有 我不認為我弟弟是罪魁禍 只是為了令你自己看來很無辜 嘩,這麼聰明 好,既然我被人拘捕 我就拍 叫醒你兒子 我不會 他是你親生 我不在乎 看著我弟弟的悲傷太好了 叫醒他 再見 你哪裡都不用去 嘩 好像你的確可以阻止我 不是吧,你想阻止我 沒看新聞 看新聞 關東 關東 這個冠軍 是 這麼多話話的 快點報警 叫醒他 沒用的 他不會醒 我也不知道怎麼叫醒他 你這個人渣 嘩,又打架了 就是這個人 是 無毒娃娃支線片長結束 好了 那順利成長這兩個人在一起 好,我們先問問 我不敢相信我哥哥會對子兒子做成這樣的事 可憐的索哥不公明 即使他醒他都會知道是爸爸做的 我們感謝你的好意 但請不要再踩腳過來 不用叫醒這個兒子 嘩 你兒子還在睡覺 這樣就結束了這個支線 哈哈 還未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現在就要選一選一個小小的一個劇情仔 就是這個果實七島 在左上角一間叫做格拉巴拉女社 就是可以睡覺的地方 這裡也會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經常發惡夢 吃夢夢 他們是吞吃夢的精靈 你可以訓練他們吃惡夢 吞吃好像不好的夢 索 索 索哥,我想我可以幫他 咦? 新希望之善 咦,有這樣的東西 我要去捉一隻吃夢夢 哦,OK 我們要捉一隻吃夢夢 然後幫他吃了一些惡夢 好 果實七島 有沒有位?沒有 我們捉一隻吃夢夢 先 我們不要古拉多了 古拉多其實 作用不大 老實說 是不是這裡? 哪裡有吃夢夢 這裡是不是有 有了有了 第一隻出來 這樣 月桂葉 咦? 你會踩影? 吸收拳 吸收拳都死了 那我們直接用月桂葉 接著用急凍光 啊,都直接死了 OK 不要緊 飛葉快刀 哎,剛剛好 控制得很好 這血量 好 現在捉我一隻的吃夢夢 對,那吃夢夢 其實那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吃夢 對,他那個 吃了人家的惡夢 吃了人家的惡夢 對 好 來了 咳 咳 怎麼這兩個人又跟來呢 呵 你在做什麼 我又打擾了 出去吧 吃夢夢 夢夢 夢 ZZZ 他現在睡得很安穩 對,但他還是還沒醒 或者內幕博士會知道什麼 好 他怎麼知道我睡得很安穩 哈哈 從之前都是ZZZ 噢,一個男子被無毒的公仔弄到沉睡了 看你需要一個生月之餘 不是吧 這個是睡精山找的 沒有人知道怎樣去到 但他就在那裡 他可以消除任何的詛咒 而那個男子被詛咒進入深層的睡眠 得到風圓旋飛 這些旋飛我帶你去這個風圓 水精山是南方孤島 足力好運 蛤? 不是吧 既然可以拿到風圓的旋飛意外 但是風圓? 蛤? 我是到了風圓 我很想看看風圓地區是什麼地區 什麼地區 蛤? 西雨之雨就是這樣 這條羽毛將他喚醒他 咦? 美夢神都下來了 就是說其實這個風圓市其實就不是說很多的劇情 應該只是一個小小的島 我們也可以看一看 哇這個是什麼 會動的 精靈狗 哇九十七的彈彈珠 大佬 這裡是升級的地方 九十七的彈彈珠 伊利亞 你聽過北島沒有? 很久之前這個島和北島上的人交戰 戰爭結束之後兩島的人民決定和睦相處 OK 咦? 這個 這麼像 南北韓 這樣 按收拳 這裡應該真的容易升利 1600敬 應該真的容易升利 自備蟲 八十八呢 自備蟲 雖然都是 五高敬 七百多敬 其實算低 這是什麼地方 你是不是聽一對 南方孤島和北島戀人的故事 難道我真的有得選 很久以前這兩個人給知心心相愛大家 每個星期兩人都會在北島和南島之間的島仔見面 他們的愛是真的 而這個戀情沒有持續下去 當你的島陷入戰爭的時候 他們發現自己互相戰爭 戰鬥 他們是戀人 但是在戰實 戰爭中是敵人 他們怎樣呢 最後 當這個戰爭發生的時候 總會有人傷亡 戰爭結束之後 那些人把兩個戰士都埋在這個島上面 他們可能在生活中被分開 但希望他們的來勢在一起 命運多啞的戀人之善編槍 我猜應該都是在這裡向下走 我們可以試一下 啊 會不會中Bug的 我先Save 不會中Bug吧 OK 耶夫魯 這裡 兩個心心傷我的戰士 大蒙和海薩林 場面於此 願他們的靈魂在來勢找到大家 這個墓碑有一些泥土 我應該抹掉它 嘩 哇 這隻 一百五歲的拉帝 我們先試試大師球 所以 那兩個人已經轉化為拉帝歐斯和拉帝亞斯 相遇 怎麼會突然襲擊我們呢 嘩 好激 當然啦 我在這裡看的 怎樣怎樣 你們說 可馬老朋友 我承諾過他一直照顧你們兩個孩子 幾千年來我一直都照顧他們 但我已經又老又累了 對不起 我沒辦法履行對你們的樂意 但放心 他現在有一位年輕可愛的訓練師照顧 他會好好照顧他們 我已經準備和你們一齊來生再會 哦 OK 所以其實劇情就是 傳說之書是甚麼 不知道是甚麼 OK 大概就是這兩個戰士 他就有 互相的一個小朋友 就是拉帝歐斯和拉帝亞斯 可能就是作為這個精靈去培育他們 然後那兩位戰士就戰死了 就將他撞在這個位置 那之後呢 他這兩個人 拜託給老人家 就是要幫他們看著那兩隻神獸 就是拉帝歐斯和拉帝亞斯 那最後呢 就托付了給我 因為那個老爺爺都已經 準備要百年歸老 準備要入土 OK 那這一個劇情就都比較短 其實不抓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不抓都沒有什麼所謂 拉帝 因為我不會用他 OK 那我們可以回去 好 我們回到這個代金島 之後呢 因為有一個新月之羽毛 所以就可以緩成這位的索哥 他醒了索哥 申希望知線編將結束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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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這個 這個索線結束這麼巧 我的索哥 對不起媽媽幫不了 多謝你幫了我們 但我看到我兒子 全天昏迷 遭受惡望的寂寞 真的很痛苦 多謝你換成索哥 你是個善良的年輕人 真的醒了什麼 他還在睡著 大哥 只說了兩隻字 有很多字 不稍為 誰有很多字 你找到的 是個善良的 有個善良的